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摄善一道经》第十五名 最后一行 四摄庄严固 常勤摄画一切众生 那要照前面经文完整的句子来念 就是龙王 主要言之 行 四摄道 以四摄庄严固 常勤摄画一切众生 这个样子句子就完整了 世间法 这个错世间法呢 我们不谈 错世间法呢 最低限度是讲四摄法节 严格地讲是讲一真法节 这个层次太高了 我们只讲六道 六道里面 一切人与四 最困难的 是人与人的相处 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搞好了 能相处了 这个六道六道的境界跟祝福如来的一真法节 实在讲就没有差别了 那么由此可知 人与人与人相处 是六道里面第一桩大四语 古圣先贤的教学 祝福菩萨 视线在世间 种种教化 无不宜辞 为第一桩大四语 也就是教学里面的第一个宗旨 何以四圣以上的法界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呢 他们是真正觉悟了 所以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阿罗汉 彼之佛 他们所证得的果位是真觉悟 他是真正觉悟了 真正觉悟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没有真正觉悟啊 这四圣法界 包括飞翔飞飞翔出天 我们接受圣贤教育 所为何思呢 无非是学得 圣贤人 他怎样跟大众相处 我们学这一种事情啊 这在世间称之为大学问 只要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他都不成问题了 那么佛教导我们的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这一句 四圣 圣是社寿 社寿的意思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亲近 借近亲近 佛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讲了四个原则 这四个原则 第一个是不识 第二是爱语 第三是立行 第四是同识 用这四种方法 社寿一切众生 社寿里面最重要的 是教化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欢喜顺从教化 这就叫社寿 在世间 范围最小的 是夫妻 夫妻两个要懂得四舍法 要修行四舍法 这个夫妻真的是 本年好后 我们世间人讲 恩爱夫妻 从这个方法上建立 落实在一家 家庭红 中国艳于长江 家河万四心 落实在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 人人道业成就 四舍 无论落实 在哪一个团体里面 这个团体 决定兴旺 如果没有四舍法 夫妻不和 家庭破碎 今天我们看世间 有不少企业 公司做得很成功 细细去观察 他用什么方法 凡是成功 他们所做的 是接近四舍法 如果完全用四舍法 这老板毫不操心 员工一定团结 像一家人一样 相亲相爱 互足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永远的兴旺 决定没有摔退 四舍里面 缺了一条了 缺了两条了 问题就来了 这个道理 我们要细细去研究 炉火 把他落实 圆满的落实 这是个教育的问题 教育是教人觉悟 如果不教 佛菩萨对众生再好 为什么 佛不度众生 佛这个方法 这样圆满 为什么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 佛不来 那就佛不慈悲了 大慈大悲 怎么能讲得通呢 佛之所以不来 是现前众生不能接受 换一句话说 不能接受佛的四舍法 这就与佛无缘了 佛不度无缘众生 佛对一切众生的不失 是法不失 不失财不失 主一定要晓得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的生活是拓波 他全部的财产 就是三亿一波 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 没有一丝毫多余的 所以说财不失呢 他没有力量 他用的是法不失 教化一切众生 法不失是在讲 也离不开 也离不开财不失 这个财是叫内财 他的体力 他的精神 这属于内财 他是内财不失 而没有外财 辛辛苦苦 四十九年 没有中断 天天呢 在教训 天天为大家上课 天天为大家上课 什么人得利益呢 用中国的话来讲呢 好学的人得利益 所以好学 是我们这一生 成败的关键 哪一个人好学 哪个人就得利益 得利益多少 是在他好学成分之中啊 他十分好学 他得十分利益 他三分好学 他只得三分利益 好学里头最重要的 这是佛在一切经典里面 都说了无数次的 我们展开佛经 从头到尾看一遍 记忆很模糊 有一句话呢 应该记得很清楚 这一句话就是 受持读诵 为人言书 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 讲的变数太多了 一部金刚经只有五千个字 这一句话讲了十几遍 这是不厌其烦 反复的一句话呢 反复叮咛 你能不能成就 就在这八个字 你能不能够接受 你能不能够保持 你能不能读诵 你能不能为人言说 言试是表演 做给别人看 把佛菩萨的生活行为 做出来 给人看 这叫言 言是言戏 诸佛菩萨 视线在世间 我们常常读到的 游戏人间 他都是在世间做戏 做世间表演的 让世间人看到之后 觉悟 行悟过来 我们为佛弟子 我们是四中弟子 每个人身份不相同 工作不相同 必须在现有身份 现前工作里面 做出表率 做出模范 这就叫为人言 你做出好样子 就有人向你请教 向你学习 你再教导他 这是说 那么换一句话 如果 学了不能够做到 但愚未学 你教别人 别人也不相信 一定要做出来 所以每一步经到最后一句话 佛都是教导大家 信受奉信 这个诸佛菩萨 视线在人间的 四摄力的地 不失摄手 我们看他 世间人 跟学佛的人 确实不一样 世间有没有善人 有没有好人呢 有 我们看到很多 像这些年来 提倡儿童杂根教育 提倡读圣贤书 了不起啊 大善人呢 但是他不是佛菩萨 怎么知道不是佛菩萨呢 这么多好的教材 后面一翻开啊 版权所有翻印必就 完了 这一道就封死了 不能够利益 天下众生 为什么 你要读这个书 一定要花钱 向他买 你要想翻印呢 那他追究啊 打官司 你就得上法庭 你还要判刑 所以这是凡夫 这不是佛菩萨 心量很小 我很有好东西 但是你一定要来跟我买 我卖给你 不能流通啊 佛菩萨心量大了 爱社会 爱众生 希望各个人的利益 决定没有办权 我们看真的好人 假的好人 就在看他要不要办权 他有没有自私之力 自私之力 没有放下去 他行的好事 也不过是 世间游漏的佛报而已 世间游漏佛报 到哪里去想 很难讲啊 无界实善修得很好 来生的人道 无界实善修得不好啊 到哪里想福呢 我们看到许多外国人富贵人家 养的宠物 他将来就变成那个东西了 他的前途就如此啊 出生道去想福了 我鬼道去想福了 他也行 发不实 也行才不实 自私之力 没有方向 所以多半都是 到这个年道去了 小宠物 很聪明啊 很懂人的意思啊 为什么呢 他前身修发布实 他的生活环境很好 你看一家人的爱护他 照顾得无为不知 他前身修的财布实 国报到哪里享受 我们要清清楚楚啊 所以我们看到 世纪有不少啊 也算是有心人 看到后头 版权所有 翻阴避旧啊 我们就寒兴了 为什么呢 不能普及 不能教化 广大众生 非常非常可惜 他本来可以做大师 大圣人 可以做救世主 这一下呢 他还是个 波底凡夫 祝福菩萨看到 也感叹了 也摇头 也感叹了 所以 所以 学佛 最大的一个障碍 怎样突破 自私之力 黎炳南老居士 往年常常叮咛 祝福我们 学佛要改心 改换心理上的观念 没学佛时候 齐心动念 为自己 为自己家庭 这是凡夫 六道凡夫 你脱离不了 六道轮回 学佛之后 把这个念头 改过来 齐心动念 享着 一切众生的幸福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为一切众生 修福 修福 不是我自己享福 修福让一切众生享福 不分国家 佛经里面讲国土 不分国土 不分族类 不分宗教 一切都不分别 平等看待 普遍的利益 这是佛弟子 为佛弟子 齐心动念 还有自私自利 这是假佛弟子 这不是真佛弟子 为什么呢 佛不是这种心 佛不是这种行为 我们看看古书 古书没有版权所有 这个古人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没有这个概念呢 还不够 后面还印上几个字 欢迎流通 功德无量 鼓励你去翻印流通 为什么呢 造福社会 造福众生 把这个智慧福德 扩大了 扩大到虚空法界 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 心包太虚 亮州杀戒 我们一定要懂 过去我在台中 台中联系 慈光图书馆 出版这些东西 后面也印版权 所有翻印必究 我说了几十遍 错误啊 大错特错 完全违背了 佛菩萨慈悲度逝的精神 培养自私自利 分本分派 破活活生 阿比地狱罪业 跟李老师 三十多年的学习 学到最后 还免不了 多阿比地狱 你说多冤枉 李老师 没有这样教给我们 我跟他生年了 开经济里面 头一句 运结如来 真实义 我们学佛的人 把佛的意思 错解了 误解了 头一个 就不是佛心 依旧是凡佛心 轮回心 轮回心 学佛法 还是搞轮回 出不了轮回 要把轮回心 改成菩提心 菩提心里头 没有自私自利 菩提心里头 念念是为 复利 法界众生 净虚空便法界 所以我们的布施 一定要用这样的心 欢喜布施 尽心尽力的布施 无论是财布施 法布施 无意布施 这是佛心 古无大德 常常教导我们 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存心 其心动念 我们其心动念 跟诸佛菩萨 其心动念 完全相同 我们这一生 在菩提道上 就肯定成就 如果其心动念 跟佛菩萨 不一样 那就有问题了 自己就要想一想了 将来会修到什么地方去 千万不要以为我做善事 一生行善 后头 版权所有 翻印必旧 还是要堕落 你的那个善 依旧没有 离开 自私自利 换一句话说 你的行善 你的根不善 知业化国很善 根不善 你那个善 不是真的是假的 你那个善 是一时的 不是长久的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四学法 这个与我们 日常生活的关系 太大 太密切了 我们要多讲几次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我们要多讲几次 我们要多讲几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